天堂地狱两茫茫 贪生怕死很正常 欢迎收听由点灯文化基金会所制作的点灯贪生怕死节目 欢迎收听以及收看由点灯文化基金会所制作的点灯贪生怕死节目 我是斗哥主持人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他是应该说是我朋友里面很代表性的 就是专门做环保有关系的人 专才 他现在他很多的抬头了 所以他今天带一些资料给我 我现在我想比较就是最近比较流行 叫自然步道有这个协会的常务理事 然后他还有做绿主张的义工 然后他过去做过祖父联盟 所以做很多很多都是跟环保有关系 所以我很好奇 因为我知道我想我们先提一个现在的情况 因为你刚刚讲 你自己之前是先发现有糖尿 对不对 就是你先生有糖尿 对不对 这糖尿好像跟现在人 是不是跟作息跟工作生活习惯有关 非常大的关联 真的 最主要很多早期都说糖尿是遗传 对 但是我很肯定我自己本身是遗传 因为我们是三代的糖尿的 基因都有 而且都非常强 所以我在自然步道协会的时候因为压力 所以就很早就引发了糖尿的症状 而是晕眩开始 晕眩开始 从晕眩然后一直找不到病因 到最后我才想到说会不会是因为我家遗传的糖尿问题 一测就知道是果然 那我先生是去年度 去年度他65岁 就是开车开了十几年了 开了之后呢 发现他怎么突然间吃完饭就睡觉 睡觉 瘦到没有很 一下子就瘦很多 就是睡觉 就会想很累 就很累就睡觉 可是他以前是不太会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糖尿的问题 可是他很坚持说 他没有 因为他们家没有糖尿 他们家是癌症的基因 所以就 每年的身体检查 其实他其实有两年都已经被测出 有血糖较高 偏高 偏高 可是他就是不承认 不愿意去面对就对了 很多人都这样子 然后到去年 他再去体检了 因为他现在65岁 一年都要体检一次 对 然后医生就马上开药给他吃 真的 非吃不可了 非吃不可 可是他吃了之后 他就觉得他很不舒服 会有反应 会有反应 所以他就回来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不要就到我社区的诊所 去看一下 让他测一下 测果不其然是有 有了 但没有到吃那么强效的降血糖药 就是药太强了 药太强了 因为他太轻 刚开始 没错 所以他就有一点 改药 OK 改药了 那现在他也很开心 他也一直有控制住 有控制住了 我们三月去澳洲看女儿 回来之后 他还是维持在他应有的标准范围内 太好了 他就很开心 对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糖尿 这个现在是文明病 文明病 对没错 不管是年长 或者是年轻 尤其现在年轻的还蛮多 年轻化了 年轻化了 我一个朋友的女儿 她是先天性的 OK 一开始 差不多八岁就发现 就长期要打一岛树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跟他和平共处 对对对 那像我从治疗步道协会发病到现在 应该也将近二十年了 有二十年了 有二十年了 其实我就是这样过 那 就是等于要吃药吃药 饮食注意 对 然后该运动就运动 然后尽量少压力 对 然后我也自己把自己步调调慢 调慢了 对 那调慢了之后 我也开始注重我的饮食 饮食 这很重要 我的饮食 我就是刚开始就学习宋宴仁医师的 二一一餐盘 那二一一餐盘之后 我把我的血糖降了 降了 就降下来了 那降下来之后 我就学着他的 就是饮食习惯 然后再加上 我参与了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 就是律主张这个 那这个部分因为 我自己本身照顾我妈妈 14年 她中风 然后又看到弟弟食到癌 对 然后后面是陪着我公公 他胃癌复发的时候 陪伴他一段时间 OK 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饮食 大家都觉得吃得很好 但是却不均衡 不均衡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合作社里面 合作社他提倡的是要保护小农 是 就是让台湾的 小农 农食自给率提升 然后要照顾我们的小农 是 再来就是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土地 是 那这个当下 我们发展出非常多的 对于人体 孩子 老人跟妇女都有很好的友善食材 OK 可惜的是 我们很多人不会做 因为早期在做这个一栏菜的时候 我们就常说一栏菜是 吃雷斯边的菜 什么叫雷斯边 就是因为 你第一个要他 不撒荣药 对 第二个不放 化肥 化肥 对 然后就是都要人工去 好好的照顾他 栽种他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让虫吃剩的 我们才来吃它 对 所以拿回来的菜 几乎都是 虫咬剩的 然后就像雷斯边一样 夜菜 那还有就是 很多菜不会煮 不会料理 不会料理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应该是要 有一些料理的课程 给一些新手妈妈 对 或者是想要开始料理 家里的饮食的妇女 是 开始要学习怎么做 你看到了你的这样的菜 我们要怎么做 是 所以我们开始推广了 所谓的均衡饮食 所有的菜都要吃到 再来就是 我们要学习 认识什么叫真食物 真食物 什么叫食品 食品 对 那大家开始来学习这个 好 我们现在再倒过来讲 因为最近台湾因为多山 所以像台北市周围都是山 所以我知道台湾 尤其台湾做这个步道 这个步道做得非常好 好像很多国外人士也来取经 然后你刚刚说 祖父联盟延伸出来一个团体 那我们想知道说 到底是哪一些人 他们是不是跟政府有合作 就是在把一些山道步道 他们去做整个的铺牌也好 甚至去保养也好 这块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真的很多的故事 对啊 因为其实祖父联盟基金会 早期就有一个叫做 自然步道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 因为我们早期要打破369 就是 什么叫369 儿童户外教学 清湖山 六湖村 九株文化村 他们的户外都是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觉得 所谓的户外教学 其实是希望孩子是学到 在教室里面学不到的知识 所以自然步道委员会呢 就开始培训一些人 那就是由从台大的郭成梦老师 绝类的教父 那培训我们一群志工 是 对 然后就是从台北的交山 就是只要你捷运可以到 你社区有的步道 你学校有的 可以走路的地方 那都是称为步道 那这样的一个步道呢 其实小朋友如果他从小就接触到 那就很棒了 因为刚开始我参加这个组织的时候 小果香要跟我离婚 哎呦 因为你花太多时间了 花太多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 有时候也来不及接小孩 开会 有时候要去抗议 有时候要去立法院 公厅 很多很多的活动 这没有一个信念是很难走下去的 对 所以这样子之后 在主妇联盟的培训下 我真的就是让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变强 那这样的当下里面 自然步道协会 他因为我们要打破369 然后是免费的帮国内的国中小朋友 做户外导览 对不起我插一下嘴 你刚刚有过369 再讲慢一点 主妇联盟希望打破369 什么叫369 369就是早期 孩子们去户外教学 都会去剑湖山 剑湖山 九族文化村 66是六福村 九族文化村 就是那些景区去走一走 可是没有带他们去 真的去山林认识山林 对 然后你会问小朋友说 你们今天户外教学好玩吗 他会说很好玩 好玩什么 不知道 因为都是游乐 都是那些人工的 对人工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其实是希望让小朋友 是真正脚踏实地 然后真正的去观赏花草 然后也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 对不对 这很重要 可是你刚刚讲说 又剁出一个绿主章 这个绿主章更有趣 这个绿主章是 因为我们经历了 毒葡萄事件 有知道 毒葡萄事件 葛米事件 葛米 对 那这葛米事件呢 毒葡萄事件呢 米康油事件呢 让我们这一群 基金会的妈妈们 开始想说 我们到底是要给孩子 多吃一碗饭 多吃一些水果 头好壮壮 还是 吃下去的到底都是 农药还是毒物 我们这一群妈妈就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 共同购买 早期叫做共同购买 然后跟农友契作 我们就找几个农友 种水果的啦 种蔬菜的啦 种稻米的啦 我们就跟他讲说 您放心去做 不要放农药 不要发肥 对对 就照我们的 要求 要求去种 我们就是盖瓜成熟 但是你不能只要求他这样子 对 你没有 没有人去指导他怎么教 遷毒啊 各方面 对 没有怎么种 怎么防治 对对对 那 要有整套的 对 要有整套的措施 那早期基金会里面有一个叫做生活消费品质委员会 所以其实在基金会里面 其实他那时候就分了五个委员会 非常健全的 那这个委员会呢 就想说我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照顾的团体 就是共同购买 那共同购买刚好就有好几个像中兴大学的食农的教授啊 台大的园艺的教授 农艺的教授 他们就愿意投入 然后就带着这一群农友 慢慢的一起去耕种 慢慢的一起去发展 慢慢成长了 成长了 到现在我们服务了四万个家庭 哇 真的 所以你们现在有members有四万个家庭 绿主张 绿主张里面 对 那所以我其实真的很幸运 就是恭逢其会了 对 刚好就在这样的一个机缘里面 我都参与到 当然 所以要就变成环保的先锋 对不对 然后 因为你参加这些活动 这些组织以后 你反而加惠你自己家人 对 不管是你这个先生也好 你自己包括儿女生子 对 我想他们虽然说病痛难免 对 那你年纪到一个地方 难免也生命 可是只要把自己这个饮食照顾好 生活照顾好 身心照顾好 对不对 我想就永远可以 你们就可以维持绿主张 对不对 绿化 绿化生活 绿生活上永远可以绿化 生活也可以健康 平安 对不对 最重要是身心健康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所还成立的 就是福祉委员会里面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照顾早期的这些前辈们 因为他们早期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那到现在开始已经慢慢都是高年化了 对 那这高年化的他们有可能要买菜啊 要身体病痛啊 或者心里有什么郁闷啊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站所都有一个关怀员 就像我自己本身也就是一个关怀员 我就每次每一个月会到公馆站 我会去跟他们 如果他们愿意到这里来喝杯咖啡 我们就聊一聊 或者是说照顾者 其实照顾者非常的辛苦 你现在讲这个也是属于绿主张 绿主张的部分 就等于有一些 你们有另外一个就专门去安老这块了 对 就是福祉这一块 除了让他们吃的健康 吃的均衡 对 然后就是身心的照顾 对 然后包括带他们出游 见走站 就陪伴着这一群早期的职工 早期职工 对 他们等于是当年是他们出力最大的人 其实他们也老了 肯定反过来再去照顾他们 是 这是个善的循环 对 非常 我是说 好棒啊 我在 我妈妈那一句话 让我驾机水机 飞到了台北 台北了 然后你的世界就改变了 世界就改变了 完全都不一样 真的 太了不起了 所以今天很高兴请到谢碧如女士 然后等于是一个本来在嘉义 这个过日子平平安过日子的人 就可应该很安逸的生活 他后来跟了先生到台北来 他的世界忽然就改变了 因为他投入了环保工作 然后今天虽然年纪有没有六十 六五了 六五了 好 不管什么 六十五 可是他身心健康 然后还会继续为服务 为大家做很多的事情 我想这是时下的 我想很多家庭妇女 他们其实默默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今天在毕如的事上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的环保先锋 这些环保妈妈们 是做了多少努力 跟认真的工作 所以要借此机会 像包括你 所有这些环保妈妈们 说一声谢谢 不客气 谢谢 我在我们环保妈妈里面 最年轻 最年轻 太好了 继续发挥你的影响力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你来 谢谢 谢谢